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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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文哲南下 幫民眾黨立委候選人 裝一輛輔選站台 但幾個小時前 太太陳佩琪 才在臉書發了一篇千字文 佩琪姐 她在臉書上也特別提到說 她絕對不會投給 殺夫的候選人 但是您的媽媽又說 一定可能會投給蔡英文 那請問上 陳佩琪說 曾經有候選人說 蔡英文網軍別再攻擊 還說那些都只是台面下 看不到的暗黑網軍 網軍都不知道 是不是她下令 深夜抒發心情的文章 那個她是誰引發揣測 但兩天前 婆婆才公開力挺小英 那候選了 你又不聽我們柯婷說 她是女的嗎 對 說你才會投蔡英文 對啊 我不是說她會贏才會選擇 我本來就喜歡蔡英文 婆婆直接幫客家表態 至於這個做媳婦的 似乎不同調 陳佩琪還寫到 結婚快要30年 和柯文哲的感情 不至於做到殺夫 並不會把票投給網軍頭子 公婆和柯文哲要投給誰 都與她無關 常常一個家庭裡面 本來就是 這個夫妻兩個 也不一定都投同一檔 兩個都有道理 但是他們兩個人的關係 你絕對被影響到 不會啦 那其實他們兩個 兩個只是很有意見的 關係都還很好 媽媽和老婆 柯文哲誰都不敢得罪 就怕回到台北 有處理不完的家務事 317晚也有一些 SH小組 台北高雄報導 台北高雄報導 也會很差 司長 在阿倫 往往国 任公開 任公開 任公開